首先想谢谢清华高等研究院和实践社对我的邀请 已经对我这本书的重视 也同时谢谢我的学生张扬 在这中间从中穿着引线 Make it possible 谢谢各位来宾 志源 陈爽等等 就是你们愿意来再讨论我这本书 我时间呢 因为就二十分钟呢 我就开始 就这本书呢 其实是写 虽然写作差不多成2022年开始的 但实际上我想的话 就文革的批铃批孔运动 我参加过程中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开始读 比如论语啊 读这个庄子啊 读老子的道德经啊 读这个韩非子啊 荀子啊 同时读一些比如说 柳中原的封建论啊 汉的延铁论啊 等等读在中国来说 是属于原著性的东西 包括过情论啊 等等等等 读完之后 包括我当时还看了不少历史 宋朝 特别宋朝的就是党征 发觉是 不是卢法斗争 没那么回事 对吧 而且特别是把卢法斗争 讲解阶级斗争 那更可笑 在这时候 但是我当时的水平 真是可以说有限 虽然我当时 在我们那代人 我已经是看了很多书 视野什么不行的 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呢 肯定不是卢法斗争 心里就乱想了 一大堆事情 而想的框架 现在来看 还是比较机械的 就是现行史观的 视角在想的问题 这时候呢 文革以后出现 金关涛的书 看到韦伯等等等等 开始打开视野了 然后逐渐的 后来到了西方 看到Tilly Michael Mann 等等看到 就是更多的人的书了 Barrington Moore Scottsville 这一个也不提了 一下就是 重新把我文革 的初心就回来了 但回来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一开始 研究方向和这个 没关系 都是现代的事情 所以呢 这就是放在 我现在来说 按照英文就backburner 就是在后楼子里面 考着 想这个问题 想这么第一本书 写完了 那我就想想 把它弄完 把握着原来的想法 因为是在这过程中 我自己的想法 不断在捋下风 不断在改变 改变过程呢 当然这个同时呢 我也看到了 另外一个不舒服的事情 也从最严格意义上 我当然是非常非常高的意义上 大家不要再 特别是 都是海外的教授 听了会难受 就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出国的一句话 全球覆没 就是 我说全球覆没 这个意思不是他们不好 有好多非常好的学者 但是呢 他们面对西方的超一流大家 他哪怕在西方最好的大学教书 他也是炒作西方超一流大学 就是他不敢碰硬核 就是我感觉那些个 就50年100年 这辈子可能这个人名字 留下了人 我给他拼一把 就没有这个雄心 所以呢 有点像西方 what man cannot jump 我们中国人不能想 这是我 但是呢 我还想试试玩玩 反正是人生 人生就是个假的 我会那么当真 就这时候呢 要有野心 当然要有课题就要大 所以我准备从中国 19 西州一直写到19世纪 这么一个大历史 写一个文明体 这样子一来呢 就在社会变迁理论上 那我有一个突破 就是这个 所以他 当然那个理论的核心 就是很简单 就是大家好多人呢 以为我自从Michael Mann学来的 应该说 其实我没看到Michael Mann之前 也想了已经差不多 为什么呢 这完全是我在进入 Magill读第二博士的时候 他们老teasing我 给我开玩笑 顶性原来连接六个角的 现在两个角的 那六个角和两个角 有什么区别 老问我这个问题 因为我第一个博士 大家知道是生物学 昆仲学博士 我一开始以为 他们在kidding me 老问老问我就想了 想着想着 我就想着 人和昆虫 好的行为很像 和有些社会昆虫 但是mechanism是不一样的 但是人和Bernobo 和Champagne Z 就是窝行星和矮行星 是非常近 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后来我就发现 我们和他们唯有区别 就是我们是意识形态动物 我们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 论证自己生命意义的 也就是说 韦伯 就是星星加意识形态就是人 那么这个星星加意识形态 所以这时候 我想了人是 星星是地狱性动物 那就是军事权力的来源 对吧 星星是 星星是个经济动物 它一定能生产 生产一定工具的 精进也是政治动物 因为星星不是意识的动物 所以我想了 差不多这时候 我是碰到Michael Mann 碰到Michael Mann 一下子就很喜欢他 所以导致实际上 我是 因为我没办法 仔细讲我这个理论 因为我就大致讲一讲 就是我这理论的核心 就在什么地方 就是书上没写的三点 我的理论中 第一 我和Michael Mann 相比跟卡提训 更讲演绎 就是我其实 我们70年代过来的 读马克思 后来读黑格 我们就实际上 我受德国的理想主义 哲学传统影响还是蛮大的 所以导致我对演绎和推导 始终是心里面有一点 再说我原来也做过数学 做过这个 所以演艺能力也比较强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所以我始终是觉得 从十六世纪 到十七世纪以后 英国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 和美国的就叫什么 美国的就 实用主义传统 是有它的缺陷的 这个缺陷倒需要补充 这个缺陷并不是它不好 它实际上当时来说 是对一个 对这个 就是从观念出发的 这种科学传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批判 没有这些批判 现代科学不可能产生的 但是呢 就是我更相信 就是有些东西 这时候呢 我就想在原来的卡地形 就是好多推导 就一根筋 对吧 就是人是理性的触发 从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出发 那推导的逻辑 就是非常telological 这时候呢 人类社会 我们就叫搞历史 人类社会是没有telological 是个烂七八糟的 对吧 我的观点仍旧是一个 就是喝醉酒的猴子 在一个政治经济 疫情 大概军事 这四肢力量造成一个烂七八糟 钢琴上 就是到处烂踩 还说自己踩得最美最好的话 就那么一个狗屁东西而已 所以在这时候呢 它肯定没有方向 没什么这个 所以在这时候呢 就是想着 我如果能够推导 比如说每一个建 因为人在这个四个层面 产生的都是稀缺资源 所以会产生竞争 产生合作等等 所以这次 如果这层面上产生的机制 我推导出来 都是普遍机制 这是简陋 比如说 你要打仗 打仗输赢是清楚的 这经济竞争输赢是清楚的 这时候 你为了要赢 必须生产的更多 组织的更好 代价更小 这时候社会就会往 工具理性发展发展 那我这时间关系举个理 这种普遍机制力量 是非常大的 因为任何普遍机制 像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了 大变策了 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 更是谚语了 皇帝的新装 现在中国这句话 是其实很有用的 所以等等等等的话 这些个机制 实际上是都符合人的恶性 或者人的本性 它是自然会推动的 所以我是准备 从这里面 如果能推到一些 最根本意义上普遍机制 那些普遍机制 是对人类行为的shipping 就是形式power 是要比你一般的社会机制 像供需关系 决定价格 更普遍 更意义大 而那这四个轴目里面 推出一大点普遍机制 这个普遍机制问题 哪个就造成一个思维空间 我们应该说 那如果我能定下 思维空间一个点 大概目前的社会的结构化 结构在大致哪一个区间上 那么我就知道 在这个时空下 哪类机制 最会形数社会结构 最会形数人类的行为 那么怎么定这个空间位置呢 那我就回到 就是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了 就是我如果能提出 更多的经验层面的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 做出更好的解释 那也就是 我可能在这个思维空间的定位 比你更正确 所以是我的整个背后呢 大概是那么个逻辑 在这个逻辑里面呢 就普遍机制 是一个这个 就是我推出来 这正推出来 这个四个逻辑是高度普遍的 那就 那他对人类力量特别大 第二呢 这里面我这本书没有写 这是我这一点 书里没有写明 就因为美国写书高度专业化 有些个东西 就不是大家看了我这本书 就我这本书可能 我不敢说一个字 废话没有 但是大概是从一倍 甚至一倍半到两倍的一个书稿 慢慢剪成这样子 一个字一个字剪出来 就是我不让它有一个 对我自己的欲望 就不让它有一个字的废话 是这样 所以是要 这样的书 实际上是你们读起来 其实蛮累的 看上去很轻松 实际上哪怕一个小的no字 都是一篇文章 就是需要抠的 需要抠的就是 那第二个呢 我没讲就倒架时间 这个是 这个倒架时间呢 是我从小的特征 以及我们中国 我读老子 我就喜欢老子对时间的感觉 对时间感觉 所以呢 这导致了 比如说 我对西方这种 就是linear history 现行史观是非常 我是自己 咱们从小就长在 说现行史丹的祸害 长大的 就是 然后呢 我也对这个叫什么 我也对当前西方的 炒作多样化 some process tracing 什么aging 就是要讲 叫什么time matter 对西方这很trivel的 讨论的高度炒作 多样性时间 是也是觉得看不上 就是目前的 就是我一看就是没有经过 二战以及二战吃苦的 一代人的一种 就是那一位点 虽然这八人的学术层面 他们和我关系也都不错 但是实际上我是看不上 就是看不上的 但看不上的为什么呢 我是认为对理念时间 现行时间那么大一个巨浪 我必须同等大的浪潮 才能抵抗 靠一大堆多元化的小碎片 是拉不住的 解构是扣点解构 是开玩笑 就是看不上的一带意淫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我觉得 实际上我背后就倒架时间 这时也没什么好坏的 所以倒架时间 我在这里面 实际上虽然没写 但是我里面大量分析 楚国为什么在战国会不行了 就是因为你强就是弱 你春秋因为你比较强大 自主改革好 那你到战国你就倒霉去 因为你当时强大的体制 随了实践过程中 对不对 它的漏洞出来了 它立即要形成了 那你就麻烦 这里面这类是多的是 比如我分析 那浓卖子 牛母和农工的互动 也是这个 第三个没有写的 就是那时候 我心里特别奉恨 但是写出来西方人 不怎么会理解 因为西方人就把它 简单看成专制了 威权了等等 就是儒家世卫 和法家的姓氏 治中国 因为在我的理论体系下 一形态力量 它有特别的意义 就一形态层面的竞争 和军事和竞争不一样 一形态竞争 就是两个喝醉酒人 胡扯 就一加一等于三 和一加一等于二 都可以变成一形态 你假设说 一大堆认为人 讲一加一等于二的人 是阴谋 那大家不会相信它 大家就相信一加一等于三 就皇帝的新装 虽然是个简单的 大家都会觉得很可笑 只入为马很可笑 但实际上 这样是一形态层面 美好坏的 如果哪一形态 大家你们认为好 保证不是这一形态本身好 而是某种社会权力 制度把它强加 导致你们认为它好 所以一形态是高多多元的 哪个强大的需要解释的 多元不需要解释的 这是我外婆从小给我说一句话 我外婆都 她说 丁儿你长大一定要记住 一娘生九子 连娘失条心 她说这是你处理家庭问题的关键 所以我外婆少 所以我当时不懂 大佬就慢慢理解了 她说的就一形态的性质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所以在我 好多我中国哪个这个哲学 轴型时代出来 高级意识形态 对我什么高级意识形态 就是高级拉吉尔 什么卢家了 道家了 什么伊斯兰教基督教 一大堆垃圾产品 但这个垃圾产品要强大 不能靠你自己 这个垃圾产品本身多好 没什么区别的 就要靠制度 institution 把它让这个垃圾产品做大 那这时候 卢家这个垃圾产品 那现在不行了 因为靠客举制度 大家组织 特别中国改革开放 一态政策 导致它的institution base 全都没有了 那就现在只能一批教授炒作 一批就怀旧的人炒炒了 但中国的法家的 制度基础全在 国家是个愿意管的国家 社会是愿意接受管的社会 家庭的教育方式 家庭的教育方式 学校的管理方式 工厂的管理方式 等等等等 都是法家是habituated 就是everywhere permitted 在社会上承恩 而那基本上 法家强势 就是特殊性机制的强势 因为法家设计的全是 所有的特殊性机制 都是反人性 所有普遍性机制 这就是为什么 我里面没讲的 就是我是 只要是中国人 我看着你这脸长 像中国人 你说出话是对的 我是奇怪的 我的haposet 可是中国人一句话都说不对 这是当然我这说了很可恶 可是事实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我要让你们难受难受 为什么呢 比如你们中国一句话 我们中国改革到深水区了 要靠顶层设计 哪有改革哪有深水区 邓小平说的摩十字过河 根本都 邓小平摩十字过河 就是说 我用六七个普遍机制 而每个普遍机制 都会产生unintended consequence 所以摩十字过河 是调节这些普遍机制 负面性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 你所谓改革开大警政区 就是设计一大堆普遍机制 你来吧 你人对 就找死吧 再以后就是 再看过程了 之后大家就发现 他对了 所以这个当然 我再不是讲 有时间我可以说说 邓小平改革 为什么 就是原理 这个原理也是08年 当时科斯在芝加哥开会 张武昌的报告 芝加哥有几个诺位表 讲后的 就是听着张武昌的 一方面很激动 张武昌说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 大家就是听了 听了芝加哥经济学的意见了 然后他们觉得 有点过火了 然后中范武汉社就问我 顶心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当时给他们解释了之后 邓小平改革的 末十字过河的核心是什么 他们吓坏了 说你肯定在吹牛 在吹捧一个领导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讲的是神不是人 然后我就给他讲 这个人也是人 他犯了很多错误 但是你到你 如果用诺贝尔奖获得者 写了一大堆理论 把你扔到一个工厂 让你以后永远不可能 回到学校的以备 重新再开内经济 你再回来 你会怎么写 然后讲邓小平文革的经历 他们一想 这我们理解 所以我是觉得 之后我就是 这本书 基本上就写到汉武帝左右 后面我写了四章 但那四章 我本来是准备再写一本的 后来觉得没必要 因为中国和西欧不一样 西欧的话 罗马时代慢慢回来了 就是实际上是 他们重新把它找回来 相当于是重新reconnect的 而中国实际上 这个虽然汉武帝和尾巴 在拼命摆 但是呢 始终没有摆走过 这个卢法体制 所以呢 这时候我就加了四章 这说明为什么卢法体制 没有在西方兴起之间 倒不了就行了 所以写了四个 对中国最大的冲击 比如说这些东西呢 你们就是要看读者 因为我写了高度经验 一定要仔细看的 比如说 你看我的游牧穷堤岛挑战 那一张短短的 可能我估计就六七千字 不知道有没有 非常短 而短 但是呢 你如果 我就举这个例子 完了我就 结束在这里吧 但短短的例子 你们如果看过Buffield 看过拉尔迪摩 看过The Cosmos 看过辛勤士 等等等等 那你们如果里面呢 他们每个人 我是没办法说 Buffield 绰绰对对一大堆 拉尔迪摩 绰绰对对一大堆 然后呢 那个谁 那个The Cosmos 清兴士 都是绰绰一大堆 我如果慢慢和他们debate 我写两本书都写不完的 因为他们这些都是好学者 一大堆的人 但是呢 都是绰绰对对搅在一起 没办法说 当然呢 这里面 但你们要看 要仔细抠和它比的话 一路 一路会慢慢看出来 会有好多好多新东西 新东西 所以呢 这儿呢 我就讲到这地方 就是 这边关系 就停在这地方 就余下 就你们大家 comment on it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赵老师的这个精彩的分享 好 我们下面就进入我们的这个讨论过程 那么第一位呢 我们请一位历史学家 也是我们请了家庭秘连 好像这个唯一一位专门做先进两半历史的 一样一位历史学家 这个美国圣部大学的蔡亮教授 请蔡老师先来做一个提议 谢谢蔡老师 首先谢谢张阳教授的邀请 也谢谢清华研究所的组织的这次活动 赵老师的书在翻译成英文之前 我已经拜读了 当时就很震撼 我想我短短的十分钟 十分钟当中呢 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 就是美国 就是社会学的历史转向 第二个呢 我想讲讲 就儒生和文明 在汉代的竞争 是否可以用韦国的 对官僚 或者是对官僚和政治家的一个 理解 第一次呢 我想讲讲 儒生的理想主义 和最后对官僚系统的一个 蛆虫 首先那我 说对那个社会学的历史转向 实际上对我自己的自学经历 是有关的 我是22年前 申请美国的奖学金 去康奈尔读博士 但是方向是历史 中国历史 从签证官到我的朋友 都问了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要去美国 学习中国的历史 他们觉得不可失忆 但对我来说 我是在人民大学 文史德试验班毕业 历史是中国的 但是在当时研究中国的所有理论 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 无论是韦伯 对官僚的研究 或者马克思主义 或者是 Michael Mann 他们的理论都是 而且所有的历史理论 或者社会学理论 或者人类学理论 政治学理论 他们大致的理论 建立在西方历史 西方的经验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赵老师 他的书能够获奖 实际上能够看到一个转向 就是理论的定书 逐渐地 在对中国历史 很精细的分析上 而且我的同事 Victoria Hui 她也是一个政治学家 她写到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Europe Early Modern Europe 那 Victoria Hui 她也是根据中国的素材 来进行一个理论的 重新塑造 对欧洲的历史 向进行比较 这个对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 就是让人振奋 人心的一个地方 因为 说实话 作为历史学家 我们肯定会去读 社会学家的理论 我们也可能 肯定会去引用 或者用他们的理论构架 来重新审视历史的材料 但什么时候 中国的历史 能够让我们 产生一定的理论 而且这个理论 不仅是可以解释中国的历史 而且可以用其他的社会学家 历史学家 来解释 西方的历史 非洲的历史 或者拉丁美洲的历史 这个我也希望就 跟随赵老师的 年轻一辈学者 能够就是有这个雄心 能够用中国的历史 来进行一个理论的塑造 然后我 从我自己的感慨来说呢 然后到我自己的研究 我自己呢 是做 先情两汉的历史 先情两汉呢 我的第一本书 写的是 儒生定国的兴起 当时博士论文 出了之后呢 实际上 是遇到了很大的争议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 在伯克利大学教书的 麦克尼勒伦 戴可梅 和在剑桥大学 教书的鲁维伊朗教书呢 他们都不承认 在西汉 儒生和文艺 是两个不同的团体 就是儒家和博士 不承认 他们之间有 互相的竞争 或者最后的融合 但这对我来说 如果对一个中国学者来说 他们那种偏见 或者是错误 实际上是非常可笑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赵鼎欣老师的书呢 是传承了 余英时先生 《誓与中国文化》 还有严布克先生 《誓大夫政治衍生史稿》 这都是从儒生和文艺 文艺就是 跟这种法家 这种角度来理解 来解释 中国政治制度的 一个就是 互动性 或者一个稳定性 在那儿 但是我研究的时候呢 我觉得 乳生 它和文艺 我一直 其实理解不了 乳生和文艺 就是更从 比如说法家 这个角度来说 文艺更可以定义为 对当时 他的法律系统 有专业知识的人 而乳生呢 他当然是 可以定义为对 儒家的道德的追求 而作为他们终身 必胜的事业 而他们的学术训练呢 在于五经 那时候世书 汉代的时候 世书并不是他们主要的 训练材料 而是五经 是他们主要的训练材料 那个乳生和文艺 或者说 儒家和法家之间的 这种紧张关系 为什么会有呢 为什么乳生 他会强烈的批判 这个就代表 这个法家专业知识的文艺呢 实际上我是理解不了的 比如说 在王冲汉代的时候 王冲他就写到 说实际上文艺 他们呢 他们从小就开始 就是有调品 有博书 从小就研习各种各样的律法 然后非常 善于处理各种各样的行政事物 而乳生呢 因为他们一直学的是 春秋 搜益 诗经 他们对当时 就是具体的行政事物 并不可以 就并不可以胜任的 而且他们就是 文艺呢 他们那个 驱礼式 就是他们能够 事物性的东西 他们是非常的能干 而且呢 但是乳生呢 他们只追求他们的 就是最高的乳生的 乳下的理想 他们只想 就是把他们乳生的理想啊 能够 带到现实的 政治当中 而且当时 王冲呢 王冲呢 也提到 文艺呢 因为他在官僚系统当中 他的任何 任何他的行为 他的政绩 都要被他的所谓的 他的上师 就是他的superior 所评价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文艺就不能表 保证他道德的自主性 因为 这个他没有 但是乳生呢 他是说我们就可以 我们不可以 可以不听从我们 直接就领导的指示 我们可以尊重我们 道德的 原则的指示来 行事来治理 当地的 就各种事物 那这种情况就是说 我理解不了 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乳生不听从领导的指示 然后也不断的会去批判 从皇帝 到他们的领导的各种行为 但官僚系统还可以容忍他们呢 任何官僚系统 因为你要在官僚系统里面 生存 只有文力 他才能生存 因为他们的责任 就只是听从上级的安排 和上级的行政指令 或者按法律办事 他们不用自己的道德来进行 一个衡量该怎么处理具体的事物 任何一个事物的处理 都是根据上级的非常详细的行政命令 或者是法律规定来办事 这就是说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的 互相的一个pension 就是有紧张关系 那就是如生如果你要根据道德来行事 来不断的批判你的领导的话 你在这个官僚系统是没法生存的 没法能够逐步一步一步的爬上官僚系统的高层 那么文力呢 他们实际上他们的特征就跟韦伯所谓的官僚的特征一致 第一他们有专业知识 第二他们听从上级的指令 而且听从上级的指令 是文力的它的virtual 是它的道德 作为官僚就是这样子 他并不是需要自己来做足价值判断 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治理国家 而是对文力来说 或者对官僚来说 他只需要执行上线形成的一些政策 所以但是韦伯同时又提出另外一个概念 就politician 或者作为政治家 但这个概念的提出呢 是根据西方的政治系统 因为政治家的产生 并不是通过官僚系统来产生的 它并不需要从官僚系统的底层 一步一步的爬升来获取政治权利 政治家的产生是根据西方的选举制度 你用民众来选举你 你获得就像美国的总统一样 你不需要从一个基层开始做起 你可以有宏大的目标 有理想来鼓动民众来选举你 然后获得权利 他就说 韦伯说实际上这个政治家对这个官僚系统呢 有一定的纠正作用 因为官僚系统呢 它对自身没有一个反省作用 你所能做的 你所需要做的 只是执行上级的指令 而政治家呢 他可以在官僚系统之外 对这个官僚系统进行一个就是 有价值观念的指导 就是从这个角度呢 我才慢慢开始理解这个儒生和文明之间的 这个紧张关系 是不是一个就更是行政事务上的执行 一个更是价值观念上的一个指导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但是在我自己的研究当中呢 我也希望赵老师或者其他的同事 能够给我更多的一些批评或者建议 我发现那儒生实际上 他并没有就是像西方这种选举制度 这种机制 来让他们直接获得政治权利 我稍微提醒一下时间 好的 就是说儒生你怎么获得政治权利呢 你没有选举机制 那你能得到政治权利 可能就一个就成为帝王之师 就是皇帝能够就是 能够认识你的才能 然后直接给你政治权利 而且这个职位可以超越这个官僚的 承携体系 但是你非常少有的人 可以直接能够得到皇帝的直接提拔 或成为帝王之师 所以大部分儒生想要取的政治权利 他们都只能通过官僚系统 这就是一个悖论 你要想取得政治权利 无论你是有没有儒生的训练 你一旦进入了官僚系统 你就必须臣服于官僚系统的层级 你必须服从于你的上级 你说可以不服从那你就只能成为陶渊民 就是不畏不懂你折腰 你就只能离开这个系统 那你也没有政治权利 而我就先讲到这儿 然后再想听听其他同事和赵老师的 各种各样的讨论 好 谢谢谢谢赵老师 赵老师从这个儒生和文力 在这个系统中 不同的系统 它的价值体现 来对赵老师的回应 那么下面一位呢 我们有请南南中央院 这个机制所的这个吴启纳老师 吴启纳老师也是一位历史学者 好 有请吴老师 好 主持人赵老师 大家好 我非常荣幸 有机会分享一点我读书心得 那我想赵老师这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它是展示了一个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结构 而这个是中国传统政治里面的真正秘诀 这个对于我自己学历史出身的人来看 其实我们的同行有很多人在看待 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时候 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混淆的地方 其实这个就普通读者来说 这种混淆就更多 我们放到这个西方世界里面 他们有很多热爱中华文化的人 他们是学中国语言开始的 而在这里面呢 对于这个所谓儒家这件事情 他们的感受我想是比较强烈 而对于对于法家这个问题 我想是忽略的就比较多 但是其实赵老师的这个书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于他点出 我们观察古代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结构的 一个焦点应该在于法家 而且赵老师应该一开始有提到 我只断断去看的 就是关于这个道家时间这一个议题 这个是就西方人来说 理解中国历史的盲点所在 那我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来做近代史的这部分 我的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其实 近代史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其实也是我们的同行 就是毛泽东 那么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 他跟传统的连结 比他的共产党同志要 要升很多的一个人物 那他本身呢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不得不动用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 跟这个 跟这个历史资源 这个历史资源对中国人来说 就像是一个 就像是这个宗教一样 那在这里呢 他在1970年代的前半期 曾经发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就是平法批儒 那我想他的政治动机 跟这个很多研究文革史的人 的描述可能有点差异 研究文革史的人 往往认为他的动机 就是一个一个非常 这个直率的一个政治动机 那但是我想呢 其实其实毛 他是有一个深层的结构性考量 就是说 毛遇到的问题在于 毛是很想去推动 无产机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能够延续下去 这很像是 这个秦始皇所设计的 这样一个理想的 法家治国的状态 但是这个状态呢 在过度动员之后 引发了社会的不满 甚至于引发了官僚阶层 也有不满 那么如何在这个动员 跟和谐之间取得平衡 这个是 我想毛泽东当时想的是 在非常时期要实行这个 非常之道 所以对他来说 阶级斗争呢 就是类似于一种法家的意识形态 而这个阶级斗争学说 他有这个实践的动员力 那他也一定社会基础的支持 其实跟这个法家在秦国和秦朝的 这个状态是相似的 毛很担心在他之后出现了 在他这个身后会出现一种历史的转折 非常有趣的是 其实在他身后真的出现类似于 赵老师在书中提到的 秦汉的这种转折 那么秦汉的这种转折 其实它背后一个重点 这我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叫做动员跟低度动员的问题 那么秦朝所要进行的动员呢 其实已经是把这个国家的权力 都投入进去了 它造成了这个动员 同时引发了社会的一些不安定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 要引进儒家加入这样一个政治结构里面 跟成为一根法家平行的一个政治结构 它作为一种这个 一种 一种这个 把这种动员 调整成为低度动员 那么同时在这个儒家当中 它具有相当多的社会资源 而这个社会资源是跟这个社会本身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儒家尽管看起来是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 官方的这个政治结构 但是它的这个内涵当中 有很多从家庭到社会的这些因素 那么这样在这个民间跟国家政治互动下面 可以取得一种平平衡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民间跟国家在这里 达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 稳定的状态 那么双方呢都不把自己视为对方的对立面 而是把自己视为对方的补充 那这种情形下就 我想这些资源被比较稳定 不完全有效 但是比较稳定的转化成为一个稳定的制度了 那么我想这一个制度 它本身具有稳定的优势 当然就造成了一种结果 像赵老师 其实在这里提醒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没有办法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制度的高度稳定 那么使得这个重新去开发一套 这个全新的体制 这个成为不太必要 因为风险很高 那赵老师其实在里面提到了 关于这个工业资本主义的 我想这是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觉得商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提到自由经济 但是我们如果注意到 这个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程 就是工业的投资 它是需要这个很大的成本 它要花很长的时段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业银行 留下的不多的 很多都是这个多数的银行 是所谓商业银行 它那个周期很短 赚钱的周期 盈利的周期这是短的 那么工业银行需要有远见的长期投资 只要动到这个转成另外的一个结构下面去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这个维持一个传统的稳定体制 这个本身它是降低的风险 那么这种国家结构 我想如法的这种国家结构 加上倒是特别有提到道家 我觉得道家在这里 是一种社会润滑剂 在这个国家结构里面 甚至于这个中国化的佛教 其实也吸收了一些道家的思维的因素 它成为一个政治化的替代性的平衡性的结构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结构就是说 这样一个结构 这样一个系统 跟道家思想一样 它是一个相对完美运作的系统 假如说它没碰到 这个外在的 比如工业社会的这样一个挑战的话 它是可以长期运作的 在这里呢 赵斯也特别提到 关于这个地缘政治冲突 还有这个中原的王朝 跟边缘 一些游牧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想这种关系 赵斯也让我们看到 这中间逐渐形成的一种平衡状态 那么这种平衡状态呢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不是依靠这个军事力量 而是依靠军事力量 跟这个政治结构的平衡来达成的 那么这样一种状态 同样也在面临新的挑战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到了近代 所发生的一种近代转型挑战的时候 它必须要重新思考 我觉得在这里 赵斯对于加州学派在这里讲到 关于资本主义化这个议题的思考 是我们基于长期的这个历史发展的 一个一个一个这个态势 一个基础提出来的 那么换言之就是说 这个这个这种这种这种是 基于一种很深刻的 很贴近的历史感受下面 这个提出来的一种结果 我觉得 那么这种感受是不太容易取得 我觉得赵老师在1970年代 他在就建立这样一个 思维的基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好我大概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接受 谢谢 好非常感谢吴老师的精彩点评 我们下一位的评论人 终于不是历史学者了 而是我们的这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 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学者 张永乐老师 张老师 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非常感谢清华高研所和时间社的邀请 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参与学习 赵老师的如法国家 比较抱歉的是 我刚才这个因为这活动 永乐你那个稍微有点杂音 你离那个话筒照近一点 好 现在说不好一点 比较抱歉的是 因为这个咱们赵老师的 这个号召力太大了 所以刚才我一直登不上来 所以错过了赵老师的 这刚才引言的部分 然后呢 所以我现在就是根据这个 之前阅读印象吧 就是来谈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吧 这本书的前身 东周战争与卢法国家建立 我在十几年前就读过 拜读过 现在的卢法国家 相比于他前身的 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在历史上都走得非常深 尤其是赵老师与和Michael Mann 四种基础性权力的理论对话 非常精彩 给了我们从中国历史经验出发 做理论的示范 那么我对卢法国家呢 大概是有几个方面的思考吧 几个方面的思考 也有一些是这个 我想这个请教赵老师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 其实是这个帝国与国家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近几十年历史社会学的 一个重要的推进呢 其实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帝国理论 而帝国与国家两个概念呢 经常被用来解释 近代的很多变化 那么无论在北美学界 还在国内学界 都有很多人 将帝国的概念用于中国 当然这个中间呢 有很多 也引发了很多争论 就比如新兴史 比较多的 他用这个帝国的概念 去分析这个 中国的清朝 然后这里面 当然就涉及到 帝国与国家的 这个整个的对立的问题了 涉及到呢 就是中国 这个 他的这个 整合与分裂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注册当中呢 赵老师基本上用的 还是鲁法国家这个概念 就没有涉入 这个帝国的问题 所以我 第一是我想请教 这个赵老师呢 是怎么 思考这个帝国的概念 或者说帝国的概念 对这样一个project 对现在这样一个 project 是不是还不是一个 关键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 中国能不能产生 优先产生 这个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问题 我想赵老师的 这个分析呢 还是这个 基本上是跟我们 平时的 这个感觉是相符合的 但是到今天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 今天的中国 好像不太纠结 这个问题了 就中国是否能够产生 优先产生于 这个资本主义的问题 甚至包括历史上 我们讲这个 民情的资本主义门牙 当时这个非常 在马上主义的历史学 当然也讨论非常多的 但现在说实话 这个大家也不太纠结 这个问题了 原因在于说 我们现在发现 就是说 你如果 即便你不是 这个原生的 但你如果跟得上的话 其实呢 这个中间的结果 最后那个结果呢 其实也不一定 就会差得那么大 因为它有一个 历史 它会有一个周期 在第一波 在前面的 走在前面的国家 在第二波当中 它未必会 走在前面 所以呢 所谓 谁最先产生这个问题呢 似乎现在变得不是 不是特别重要了 所以现在核心问题呢 也许是变成了说 在 清朝的时候呢 为什么这个 它没有及时地跟上 它可以不是这个 直接产生 但是呢 它有没有及时地跟上 这个问题变得 变得很重要了 那么这里面当然来 我觉得是这个 地缘政治的原因 就当然非常重要了 因为这个 中国跟这个欧洲 爱得比较远 所以呢 欧洲很多战争是 不能够直接影响到中国 而这个 清朝大概 它的火器是在 康熙的后期 差不多已经达到 这个高峰 然后后来在乾隆的时代呢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 这个进展 所以如果呢 在18世纪 这个中国与欧洲 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其实呢 它的武器是没有代差的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 一个代差 所以如果那样的话 其实战争本身 就会突进学习 然后呢 这个中国至少呢 就是这个 对欧洲的很多的发展 它可以及时跟上 但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 就武器已经出现 很大代差了 在两次洋平战争当中的话 其实都出现了这个 就是欧洲以非常少的兵力 来打败中国庞大兵力 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呢 就是这个 对后面的很多事情 就很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 我想我区分这个 就是说 是一个原生和这个 和这个 罪感的问题啊 就是说 对于这个 大部分 世界上大部分 其他非西方国家来讲 其实主要不是说 是一个能不能产生的问题啊 是一个能不能 追赶的问题 能不能追赶的问题 所以这块呢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赵老师 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是这个 社会理论参与社会建构的问题 赵老师与Michael Mann的 这个讨论的 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社会理论本身 具有一种建构性啊 它不仅解释 它本身呢 也会影响 未来人们的这个行为 所以我发现 就是很有意思一点 就是说Michael Mann 拒绝对四种power 作为一个优越性的排序 那么这里面呢 似乎有一些 跟他自己争取立场 相关的思考 比如说 他反对新自由主义 他反对美国 发动了这一系列战争 所以呢 他对这个 比如对军事权利啊 对这个经济权利的 这个竞争性啊 他有很大的一个敏感性 在里面 所以呢 就是我 这个也同时也想请教 这个赵老师 不知道这个赵老师 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那第四个方面呢 我想是和这个 刚才吴老师的 讨论相关的 吴老师涉及到 讨论这个 卢法斗争的问题 其实我注意到就是说 赵老师说到自己的写作 缘起 追溯到当年的 这个拼法披露 那内场运动呢 是在知识上 将如与法对立起来 所以赵老师这个书呢 应该是强烈纠篇 不是强调如与法对立的 而是强烈他们 在漫长利息当中 相配合的一面 那这里呢 我的想法 我的思考是这个 剥掉政治需要的一部分呢 其实这个 所谓卢法的紧张关系啊 从近代以来 似乎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它不仅是说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才变成一个重要问题 它在晚清 和民国的时候 它这个 很大程度上 它已经成为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这里面背后呢 实际上就是 一个国际环境的变化 在十九世纪 中国被 重新纳入到这样 被纳入到这样一个 列国竞争的一个 一个秩序当中 所以在当时呢 首先这个 卢家士大夫第一反应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 秦汉以后的 这样一个 统一国家这个历史 统一天下这样的历史呢 实际上就已经出现 这个 已经不适合 当时的解释了 首先呢 首先就出现 光样学的复兴 然后呢 春秋战国成为一个 大家思考世界的 一个新的镜像 那么在这样一个 环境当中呢 在春秋战国 一旦成为一个镜像之后的话 其实你就发现 这个朱子百家 这个鲁家之外的 朱子百家就获得了 其他的这个学派 就获得了更大的一个 独立性 而这个在 在这个越来越逼着 国际环境当中 我们看见 越来越多了呢 其实都非常强 强调这个 这个竞争这一个方面 郑观音谈这个兵战 商战 学战 梁启超呢 在这个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他在新闻说里面 是这个 讲这个竞争的问题 就是说 那个时候 他是受到西方 社会达文主义 非常大的影响 认为说这个国家 是最高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政治单位 如果没有竞争的话 就文明就要消亡 所以呢 他认为说 中国应该做的事情 是加强国家的这个建设 然后呢 加强这个竞争 然后到抗战期间 更不用说了 抗战期间的话 战国侧牌啊 战国侧牌是非常 更加这个 清晰的去 去批判儒家 主张这个 这个 这个 其实 这个 零动机 零动机的法家的 这个色彩是非常非常强 可以说非常非常强 那当然呢 在学问上来讲呢 就是 张太炎 张太炎呢 是这个 在这个 这个张力呢 给这个呈现出来了 秦政纪 秦政纪啊 然后呢 重点是讲 宰相必起于周部 猛将必发于祖武 那么他是希望说 让官僚系统 军事系统的高层官员呢 从基层提拔上来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他把它和 这个汉武帝的 这个滥用外系进程 打压 这个工程 速将 进行一个对比 进行一个对比 那么这里面实际上 这个非常强烈的 一个差别 就是在于说 张太炎在 在这个法家当中 看到了一种 厉害的地方 就是在于说 这个是中央政府 能够直接动员最继层 而这个鲁家 其实很多 很多时候比较强调 是这个中间的 这个阶层 作为一种中介的力量 他要发挥大作用 比如说 士绅啊 在这个官员 于士绅在这个中间 要发挥重大作用 而张太炎呢 实际上是这个 特别强调 实际点出 中央政府如何 能够直接动员 这个最继层 而这一点 在当时的 整个的国际环境之下的话 强调竞争国际环境之下的话 恰恰是有种气质上的 这样一种吻合 这样一种吻合 然后张太炎的 这个诸子学略说里面 他其实 直接对孔子进行了 这个非常严厉的批判 那么这个文章 就给了当时 新华运动期间 这个非常活跃的 这个吻语 很大的启发 那么吻语 胡适给他写的 这个序言里面 就说讲这个 四川人职守打孔家殿 是吧 但他其实受到 张太炎的 这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甚至胡适 胡适早年的 很多的这个论述呢 其实他背后的东西 都是这个学习张太炎 在这个奴役法之间的 在鲁家与诸子百家之间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讨论本身呢 他是受张太炎 非常深的影响 只不过胡适 很多时候不太诚实 他看了张太炎的东西之后 但他不承认这个 或者说这个掩盖 掩盖他对张太炎的 这个整个 整个的借鉴和学习 然后呢 是强调这个 这个 这个鲁家与 道家之间的关系的 这个实际上 张太炎也是 用了很大的这个经历 去写这个问题 那当然他的这个论述呢 同时也包括了一点 就是说 他论文说 法家学术是有弊病的 这个弊病在于说 不重视人人道德与学术发展 那么就是过度的运用 这个国家力量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他其实就主张 引入这个庄子学术 来这个 对这个国家权力 进行某种这个 柔和的处理 那么他的说法是说 要分议证俗 分议证俗 而这个分议证俗实际上就是说 政府权力呢 应该有它界限 应该说在颁布法令 乘出犯罪 这些问题之外的 这个文化与思想方面呢 就是 很多东西呢 就不要强行地干涉 所以这个 从这个张大言 自己本身论书来讲的话 他其实对法家 一方面是这个 是 在鲁家与法家之间 他是标局法家 但另一方面 他又主张说 法家的很多东西 是需要经过这个 到家去进行 对家进行柔和的 这个处理 那当然在后来的这个 应该说这个 贫乏披露当中的 这个他 对张大言的很多解读呢 实际上已经 就出现了一种 这个 简单化的 或者说单面化的 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呢 我觉得是说 这个 近代以来的 就是从晚清以来的 整个的国际环境变化 带动了这个思想的 变化呢 其实 这个奴役法之间的 这个矛盾 突然的这个彰显 突然彰显 那么这个彰显 面对这段历史呢 我们应该怎么就处理它 那么赵老师呢 实际上这个 在整个讨论当中呢 是这个 重点还是强调 这个卢法之间的 这样一种 这个相互配合的这方面 那么如何看待 近代的这样一段 这个卢法之间 突然之间 它会被 这个张力凸显的 这样一段历史啊 就是我也想请教一下 这个赵老师的 整个的思考 那么当来还涉及到 就是说 因为涉及到 这个中层与下层的 就对中央政府 与中层与下层的 关系的问题 到底动员 动员最基层 还是依靠中层的师生 那么这个问题呢 其实又在涉及到 又涉及二十世纪 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地主与农民的关系 那又涉及到 比如地租的问题 那这个涉及到 这个官僚体系的问题 如果把这 所有这问题 带进来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变得 比较 比较复杂 就变得比较复杂 所以所有这些问题呢 可能我也没有意识想清楚 但是呢 就是这个 想这个 请教赵老师 就是如何去看待 这样的一些问题 好 谢谢各位老师 好 非常感谢 赵老师的 精彩点点 好 我们下一位 这个 再引入一位 历史学者 是 美国安復华大学的 历史系的 陈长老师 陈老师在吗 在的 好 陈老师 谢谢 陈老师 还有那个邀请 那个也感谢 清华高原院和时间社 组织这一次的活动 我也是非常激动的读了 赵老师的这一部剧著 有机会 而且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讨论 就是说 从 就是说张老师的这本书 是从一个很宏大的 格局 而且是从一个很长时段 超长时段的角度来 来那个 对大分牛这个讨论 这个或者是争论 进行对话 就是说我们知道 从彭木兰开始 一直这么30年 二三十年的时间 大分牛的讨论 争论一直不断 从各个方面 很多学者 从很综合的角度 来讨论了 那个大分牛的形成 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 会产生在欧洲 但是没有产生在中国 尽管那个 尽管 生活水平 经济水平 在18世纪的时候 其实中国并不比欧洲差 但是大部分讨论呢 那个都集中于 就大分牛产生的前后时期 大概 也就是前 现在时期吧 而且最近的一个 那个 最近的一个趋势就是 大家开始探讨意识形态 在这种大分牛当中 造成的 产生的作用 赵老师的这本书 还有包括张太苏老师的 出版的两本书 其实都是在意识形态的角度上 来讨讨论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工业资本主义 没有产生在中国 但其实放在一个更大的 那个中西对比的角度 或者理论的角度来说 我们知道在讨论资本主义 产生的时候 其实现在对资本主义 产生的研究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其实工业资本主义 它的产生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它只产生 真正的 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资本主义 它只产生在英国 而且是英格兰 而且是一个非常偶然性的事件 但是在波兰尼的大转型里面就提到过 而且但是自从它产生之后 这个新的一种力量 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 就是说各个国家 其实都无法抵律 这样一种具有破坏性的 新制度 新体系的冲击 然后纷纷就接纳了 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这个就说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样一种新趋势 在讨论意识形态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讨论大分牛 其实是给大家非常有启发的 而且就是 在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上 大家都有共识 就是说 确实中国在那个 明清时期 尤其是清代的那种儒家的意识形态 它确实对工业资本主义 非常有抵律力 然后我觉得赵老师的这本书呢 就是探讨这个意识形态的制度性根源 而且从一个超长时段上述到了 地质中国的起源 就是如法国家的产生 而且讨论的各种社会机制 它产生的机制 大概它的故事就是说 东周列国的战争和欧洲的战争相比 早了一千年 就是说在那个 它的各种社会力量能够比较均衡的发展 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 还有军事 还有经济力量能够得到均衡发展之前 内场战争打破了这种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 导致了意识形态 占主导和政治力量结合 抑制了控制了军事力量 并且边缘化了经济 经济力量的发展 从而 而且赵老师用很多篇幅论述了 这种如法国家体制产生之后的一种稳定性 延续性 虽然它面临了非常多的挑战 但是呢 它在那个 不断的去解决那些挑战 而且更加的巩固这样一种 如法国家的一种体制 并且一直延续到1911年 这个非常宏大的论述 我觉得对我非常有启发 所以我也就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 想提出一些问题 就是想和赵老师探讨 也是一些不后感吧 我的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在探讨如法国家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话 是不是我们可能需要更深的去讨论一下 这个意识形态 它是怎么形成的 然后它的核心是什么 这个赵老师进行了一些讨论 尤其是讨论到了那个专制皇权 就是皇权 它在那个 如法国家体制里面的 那个 位置 他就说其实皇权 它在这个如法国家里面 是具有非常核心的位置的 它是这个官僚体制的 那个合法性的来源 这个和后来在 前现代时期欧洲产生的那个官僚制 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而且这个皇权的那个 它的那种集中性 就是说 对它的集中性其实是对那个 这种意识形态它是 的延续性也是非常有 怎么说呢 就是控制力是被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是非常强大的 这个也就跟那个刚才那个蔡亮老师提到的 儒生 它其实它 它是有很多有自由的发展的一些可能性的 但是一旦它承认了皇权 儒家思想 那个 就是 赋予了皇权合法性之后 它这种意识形态是不是就被限制了 所以就是我 所以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在 在更多的探讨一下这个专制皇权 就是它这个如法国家体制内部的一种张力 就是而且可以说是稳定性 但是也可以说是不稳定性 就是说因为其实 怎么说官僚制它本身 它是可以有多种发展方向的 包括在宋代 虽然就是说那个皇权和官僚的群体 通过科技考试达到了高度的融合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在宋代也有王安石电法 它的那些财政政策改革政策 其实是非常现代性的 非常具有现代性的 它就是官僚体制官僚群体 它本身它其实还是可以有很多种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就是这个专制皇权 它是一直存在的 虽然到了宋代之后 赵老师在讨论西汉 就是宋代以前的时候 着重讨论的那个专制皇权和官僚制的张力 而且它有一种家天下的一种 那个性质 但是其实好像感觉就是说 这个矛盾似乎在宋代获得了解决 因为通过科技制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到了那个 到了明清时期 它的专制皇权是高度发展高度集中的 比前面的一些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就是说我一直在想 这种专制皇权它对它的那种儒家 在明清时期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当然我自己其实没有答案 但是我也希望和大家进行更多的讨论 然后那个因为也正好这周在那个芝加哥开FFHA 刚好昨天张阳老师的报告 其实对我也非常有启发性 它那个因为它 它是讨论就是官僚制的underdevelopment 就是尤其在中国整个时期 尤其在明清时期 它用了很多那个经验性的数据 来展示那个中国国家能力的 怎么说呢 就是不叫低下 叫什么限制的一种局限性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专制皇权 它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到 张阳老师的那个论文 其实也可以显示 它专制皇权对官僚制的发展 它是一直是有抑制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方面 更多的讨论一下 那个我还有多少时间 你还有三到四分钟 三到四分钟 好 那我对不起 好谢谢 那我最后还有一个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能进行探讨一下英文是出于我自己的研究兴趣 就是游牧者和鲁法国家体制的关系 然后那个就说 其实我对那个张老师的那一张 就是游牧人群和定居人群的互动那张非常感兴趣 因为我自己以前是研究过元代 现在也研究清代 然后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游牧者他和鲁法国家的这种体制的形成 其实可能不光是一种竞争 然后他采纳鲁法国家体制的一种互动 相反其实很多可能那种最早出现的高度集中的亡权 它的来源其实是可能和游牧者是非常有关系的 像张老师也提到了 就是他在那个秦国 他其实秦国人他是一种游牧生活的 他并不受那个西州的那种中法制度的太大的束缚和影响 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强大的国家力量 以及高度集中的亡权 可能他就是跟游牧生活 以及游牧的一种社会组织结构 其实是有联系的 还有包括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也都看到了 像每一次在中原这个鲁法国家体制出现危机的时候 其实都是游牧民族 他提供了很多工具来帮助 重新把亡权重新集中起来 让他对人群的控制 甚至是一种共谋的关系 我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 邀请崔老师 好 谢谢 这个清华高研院和时间社组织这个活动 特别是念申和张阳邀请我来参加 因为我主要是从事当代政治经济的研究 所以对中国历史相当外行 我所以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向赵鼎兴老师和其他各位参加今天对谈 与谈的各位学者来学习 我简单的 由于时间关系 我简单的准备了一个PPT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共享一下 可以 您试试 好 这个可以了吗 这样可以看得见吗 可以 可以 能看见 好的 好的 我看看 我怎么 好 我看看怎么能够 昏灯片放映 对 从头播放 好的 好的 那个 我这样一种 那个 刚才赵老师已经说了 他的书呢 需要 我看看这个 我怎么能够关掉 我的这个旁边的视频 好像挡着我看 没问题啊 我们看着没问题 看没问题 但是他挡着我自己看了这个 好像 OK 您把它弄成 最左边 左上有一个键 就是那个隐藏键 您露出您自己视频的 那个最上面有一个 隐藏视频缩略图 哦 我看看 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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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藏本人视图 啊 对 可以吗 OK 我们看没问题 看关键是您那边有没有 好 没关系 没问题 好 我就是简单的 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觉得赵老师这个书呢 他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 提出了独创性的社会变迁理论 令人钦佩 可喜可贺 那么 他正如刚才他说的 就他这个书需要非常认真的看 才能体会到 我比较尽量仔细的看 我很多方面受到非常多的启发 比如说 甚至在一些不是他的主要的论述的线索当中 我觉得都能受到意外的启发 比如说一个例子是说 他知道刘少奇和毛泽东就是文革爆发前 最后一次见面 就很多报道说 毛送给刘少奇 一本书 三本书 一个是狄德罗的机械人 另外一个是 这两个都是法国学者的 机械唯物主义 但第三本是中国的淮南子 我一直没有理解为何 毛主席要送刘少奇这个淮南子 但是从赵老师这一个书中谈到淮南子 其实我觉得一种启发可能有助于回答我这个疑问 这个东周历史 他对于认为传统我们一般说什么春秋战国就比较简单化的 他觉得这样他不满意 他有一个新的三期划分 包括第三期全民战争阶段 另外他在这里面他基于一个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 Holstein的标准 这个对对这个东周时期的战争进行了11类的分类 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成果 非常有启发性 我觉得他这个分类对整个东周就比原来我们一般说的春秋战国 要要就是能够打开更多的思路 那么同时当然我刚才说因为我不是这个历史方面就是非常外行 了解的知识储备很不够 所以我主要还是从 我觉得更感兴趣的一部分是可能是理论上的一些 但这个很多问题我自己也没想清楚 这不是 其实下面我说的不是对赵老师的一种批评 而是一种像赵老师请教 和像在座的今天各位都一些请教的 就在理论上我还有一些疑问 因为赵老师自己说 根据他的书里面呢 我把它概括为就是简单化 它是一种斯宾赛加慢的升级改造版 就是赵老师刚才也说了 它不是简单的用慢 而是实际上有根本性的改造 而且是升级 但它加一个斯宾赛 因为斯宾赛那个竞争和慢的四个权力资源 而同时它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就是它借鉴生物学里的拉马克机制 有这个累积性的正反馈 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加起来 就是斯宾赛加慢再加累积性的正反馈 可能是赵老师这个理论 就比较简单的一个概括 那么他特别推崇的就是 Politics in Time 政治中的时间这本书的第一章 因为这一章里面呢 他认为是就总结了正反馈 累进机制 特别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路径依赖 这些在经济学政治学 这一章里面都一个很好的诸理 这个我觉得这个书确实 Politics in Time 也是确实很有启发 那么 我非常喜欢赵老师的一个表述 这个表述我觉得简明而要 但是又非常精彩的概括 他是说在这个慢的四个权力 就是政治经济军事和那个意识形态之外 他再加上两个假设 他把这个叫做整个人的历史 是四个主音的记性音乐演奏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 实际上有很多随机性 但是他这个四个主音 是一个基本的结构 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协调 就是说他反对了 就所谓人类学家 完全否定结构性的解释 但是有一些原来传统的社会理论 强调结构性解释又嵌入决定论 所以他不是决定论 他有四个主音 但四个主音里面又记性演奏 我觉得这个表达很好 那么他的两个和慢不同的两个假设 他说我这个截图里边是说 这两个 一个是人类注定面临竞争 所以我为什么说 是斯宾赛加慢 第二个是竞争与制度化的辩证关系 而不是缝隙中的发展 而缝隙中的发展是慢的一个概念 那么在这一页里边 他说注释二 我觉得很精彩 因为刚才他说 确实要非常细的看 包括一个注释才能理解 比如他这个注释二里说 他并不完全否定 慢的凤隙中的发展 这个概念 比如他在解释 为什么满洲的半游牧族群 虽然军事力量并不强大 但仍然在中国建立起几个 很长时期的帝国 他这个解释就和慢的 凤隙中的发展完全一致 但他为什么不过分强调呢 他认为这个还不是 因为凤隙中的发展呢 还不能够对精英阶层 对已有精英阶层 对其社会竞争所累积的成果 进行制度化 那个 他说凤隙中的方法 往往出现在已有精英阶层 难以对其社会竞争所累积的成果 进行制度化的那些地方 因此历史的发展的动力 不是凤隙中的发展 而是制度而是竞争与制度化之间的辩证张力 所以我觉得赵老师的论述 非常sificated 就是确实需要很认真的 才能首先理解他 那么但是当然在这个基础上 我觉得我还有一些疑问 就是和大家讨论 我没有想清楚 一个是赵老师肯定了 这个拉马克主义正反馈 或者他说的引用的 他比较赞同的引用 但他也不是 他认为新功能主义还是有缺陷 但他觉得他类似他的理论 类似新功能主义 就这个一个问题是说 是否和进化生物学 最近一二十年来 强调人类的本性是合作 这个有没有 是什么关系 这个因为赵老师是 还有生物昆虫学的博士 比生物学比我了解的多得多 但我只提出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 我还是希望看到 赵老师能够有以后 可能有更深入的回应 但目前这个书里面 后面辅的一些回应 我觉得还不是特别够 对这个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 很重要的新的研究 比如说耶鲁大学的 John Romer的经济学 和政治学教授 他在How we cooperate 这本书里面 他基本上基于 最近的进化生物学 做了很多讨论 特别是在合作 博弈的理论 他比如说我这里面 选出的他对眼白 就人的眼球里边 为什么眼白很多 这个和人类合作的关系 但没有时间展开 我都有信心 我可以把这个PPT 发到咱们那个 共享的那个 里面 大家可以再讨论参考 那么当然 Rumor他这个书里面 同时提出了 康德平衡 对应纳什平衡 因为纳什平衡 就是叫做非合作博弈的平衡 但是康德平衡 实际上是关于合作 特别是关于 比如像我们Linux 现在那个开源软件 开源软件的合作形式 实际上可以用康德平衡 而不是用纳什平衡来刻画 那与此相关的呢 我是觉得赵老师 那个方法论的创新 他自己强调 这叫做基于理想类型的演绎推理 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我们可能要想 就是为什么 值得就是进一步研究 就是说 为什么微博在提出理想类型之后 他自己不再继续进行演绎性的 推导出社会机制 这个推导出社会机制 是赵老师的原话 那这是他那个迪卡尔 迪卡尔式的 那么我这里我想到一个例子 比如说最比较好的一个 相对比较新的微博的传里面 对此有所讨论 特别是讨论到 微博的那个相当于第二个博士 因为大家知道 德国又差不多要写两个博士论文 差不多相当于第二个博士论文的 这个研究中世纪的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的出现的 这个微博的第二博士论文 他其实就是实际上 他为什么不用他一个市场经济 就是为什么和这个市场经济理想类型什么关系 他不再进行逻辑推理 演绎推理 而只是提出一个理想类型的概念 但就不再进行逻辑推理 这是什么原因 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 就是怎么理解理想类型 比如说因为赵老师他说 比如他有一个地方说 现在你要去第三世纪 还有几分钟 您时间快到了 快到了 好那我马上 就是他说这个 两三分钟就结束吧 他现在说 布罗戴尔 就是说他说这个 他更像那个 比如说旅游者 到非洲什么 人家被强迫 卖给他一些旅游纪念品 他说这个就不符合市场经济理想品 但是这里面和布罗戴尔认为 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经济 因为资本主义和垄断 政治翻不开 那个东西能公司什么的 什么关系 特别和那个 经济社会学里名著City of Capital 研究金国金融革命1688年以后的 那个股市股票市场的交易 都和辉格党脱利党的身份有密切关系 这个是不是能用理想类型的 把可以给忽略掉 认为这些东西不重要 那么我觉得这个一个关键就是 这个最后我说的就是说呢 对于累积性机制是怎么理解 因为一个是这个 就是哈佛法讯的 罗伯罗安格尔和已故的 著名的研究游牧专家 Joseph Fletcher 他可能著名叫傅里初 傅里初 那么他们搞了一个所谓 就广泛存在的 从货币经济退回到自然经济的 叫做reversion cycle 就是退回周期 那么这个怎么突破 刚才陈爽老师说的 就是说认为游牧民族的重要性 可能比赵老师说的更大 从秦朝开始 他就有更大的 就是对中国如法国家的皇权的 更大的作用 这是一个 在这里面和那个累积机制的关系 另外就是王玉华教授 最近的新书里面 所探讨的精英 就是杀死国王的皇帝的那个概率 他有一个 就这个概率下降 实陈上是唐宋以后 就是转型后才有 那么他这个图和赵老师东周那个图 就是有什么关系 和这也是积累性正反馈的问题 那么我的清华的同事 蒙克老师呢 他发现了一个盗忧曲线 这是在东周 春秋战国时期 他那个家产官僚制 他开始变成越来越 这就是由于全民战争 需要更加官僚化 但是最后又倒忧 又退回到最开始的家产官僚制 那么这个和累积性正反馈 是什么关系 但赵老师说 他说他这个累积性 并不反对倒退 他承认有倒退 那么但是我觉得 我这个评论 不是反对累积性本身 而是对累积性的功能解释 也许我们需要 比竞争更多的机制 来解释这个累积性 那么我最后就是 我这里就没时间再讲了 我就谈论了一下 赵老师关于必然的偶然 和昂格关于必然偶然 可能的模态概念 就是说必然偶然 这些概念不能先验于 一个具体的理论 来谈 而是必须 就是比如像宇宙学里边 大爆炸和 static state model 在这两种不同的理论下 必然偶然的含义是不同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崔志远老师的 点评 这个理论性也是非常强 那么到现在呢 我们五位 点评人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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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评论 就 就 暂时告一段落 我知道这个 信息量非常的大 这个 不知道赵老师能不能够 简单的回应一下 那我们也再次 打一项广告 欢迎这个 在这个 聊天室的这个 听众朋友 还有在这个 YouTube 看直播的朋友 关注 我们 进华文科高原所 和时间设的公众号 张老师 首先 我要谢谢大家的 对我的文字 对我的诉讼不同角度 提出了评论 和提出一些问题 这问题都非常好 就是时间关系呢 我不能意义做打 但是我尽量意义做打 以最简单的方式 好吧 我从 然后呢 可能前面的 我会回答的多一些 后面回答少一些 并不是说对后面的不尊重 最主要的在前面 我尽量把后面问题 一起cover 好吧 蔡亮我认为 就他说 他为什么到美国学历史 这个问题 其实罗泰 是我的 第二 这本书的 一个anormous review 他就批评我 就说 他对西 我说 对西方的学家 都是有个facial satisfaction 对中国的历史学家 就deep satisfaction 后来呢 我当然在anormous时代 他有过不少辩论 他后来直接了道就问我 我说就是 你们的基本功不行 但是呢 有一个 你们史关多 博扎 你们能够建立 建立观点 那这时候可以 让我做跳板 而中国人呢 在认知上 和epismology上 没有突破 包括杨宽了 包括好多人 就是包括写 写那个 匈奴史的叫 成什么 就他们说 encyclopedic 什么都有 但是什么都没说清楚 他没造好多angle 和debate 所以呢 我就说这个道理 其实 然后呢 你说 卢森的兴起 Michael Nellon 和那个叫什么 和那个 和那个 和Michael Ler 他们的观点 我建议你 不要轻易反对他们 他们实际上说 这些个行动的 最早的时期 已经有了 但是还没有形成 很crystallize 内部很coherence 所以实际上 你加点微妙 就可以把他们 既接受他们观点 也反对 因为当时的 说老实话 社会 你把那些行动 在后面 我把他们叫做 卢森了什么 他们当时 有的人不怎么知道 那个卢 这个阶层的 高度多元化 这个存在 而且汉书 毕竟是个 中国就是 在意义形态 或者在价值观上 最eglective的时候 所以能出 怀难子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 然后你的最好 我认为就是 实际上你提出 卢家和法家 到底什么关系 就是实际上 卢森和文艺的关系 紧张 你这提非常好的问题 实际上是什么 按照我认为 你可以 你自己也提出来了 实际上是 政治家和官僚的紧张 但是实际上 我再给你加几点 第二呢 就是普遍机制 和特殊机制的对抗 政治家更讲普遍机制 而绿更讲 咋绿 更加更是原则 条条框框 所以这是 然后呢 为什么容忍呢 这就是关键是第三点 为什么就是 这两个卢法 这个紧张 能够皇权在内 包括容忍 所以说皇权 是不需要 这么政治家可以 第一 就是卢家能提供 核心价值观 第二呢 单靠法家 就形成秦朝 大家看到 过情论啊 看到这陆甲 那些文章就知道 就是当然过情论 我记得中国落概念 以后又会红起来 实际上从 现在政治学原理 像崔志源 我们就是叫他 就是实际上 卢家 几千年的紧张 对他的对抗 实际上 皇家能容忍 就是说 实际上 卢家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能缓冲 就是法家 他所造成的 高度性的目标替代 刚才呢 蔡亮老师 他里面说 实际上 那帮文利 那帮利 他是人啊 他有自己利益集团 他有自己这个 他能够把 组织个人目标 来代替组织目标的 这样 他能造成一大堆 叫我们政治学 叫 Rent Seeking Behaviour 寻足行为 造成一大堆 我们这种叫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造成相当大的 目标替代 造成相当大的 信息不对称 所以政治学所说的 Principal Aging Problem 但现在中国的 新冠防御 造成一大堆问题 大家看出来 法家强大 会造成的后果 大家可以 所以呢 这个世界 融人原因 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 一个价值观 没有政治家 政治家过少 过于稀缺 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秦朝 对不对 一事而往 二事而往 所以这个 所以呢 实际上就是 这也就是 实际上的 我应该还有一些 小问题 那我就在后面 解释 那第二个呢 吴琪呢 我认为是实际上 讲了非常 实际上呢 而且呢 后面谁 崔子元还提出 毛泽东 给刘少奇那几本书 实际上 很有生意 但刘少奇 就是智商太低 弄不懂的 毛泽东实际 骨子里面 他喜欢 他是三种思想的结合 第一 他最核心的是道家 但他这个道家呢 又让现行史观 给污染了 所以他没搞清楚 但毛泽东骨子里面 又不是现行史观者 所以他能提出来 一万年以后 除了沙漠之外 人类还是有斗争的 实际上毛泽东 是不认可 共产主义的事项 对吧 你要知道这个 当然了 毛泽东又是 法国革命的大民主 所以在这时候 实际上 就是实际上 你们真的 我不是说 为毛泽东文革 要平反 什么 文革是要彻底否定的 但是呢 你如果把毛泽东 文革理解成 毛泽东就为了 打刘少奇了 就为了小心眼了 那是彻底 毛泽东实际上 很早的 从反右开始 社交运动 事情运动 一次一次都是对法家 对官僚体制 那么快在中国形成 违背革命 所以他是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 所有的革命者 自己是个Christmas之后 都让自己的Christmas Routine来世 但毛泽东不干 一定要革命 再过七八年来一次 所以呢 而且要 在这个时候呢 就形成了 毛泽东就认为 你刘少奇太法了 我每次叫你 把这些个东西 法的东西打掉 你派工作组干什么 你法的手段弄法 让文革 你又派工作组 又搞这一套 你根本就不懂 我要想什么 毛泽东想的是革命 他想的就是 这个社会制度化了 就会出问题 所以毛泽东自己 没搞清楚 别人如法斗争 还评论凡法 阶级斗争了 喜欢法家 毛泽东一点都不喜欢法家 中国改革开放 之所以那么成功 很大的原因 就是毛泽东文革 把所有的制度打破 所有力竞打破 带来的一个真空 一个后果 就中国法家声音 最弱的时候 给社会照来的生命力 包括我思想那么开放 我那么厉害 好多程度 就是靠毛泽东 毛泽东给我带来 N10 concept 我中学没读过 对中国的这道文化的灾害 对我来说相对小很多 毛泽东实际上 然后呢 第二呢 中国的 目前那时候 中国古代制度 有高度稳定 刚才好几个人所说了 甚至我看上面说 我是金关涛和什么 Michael Mann的结合了等等 大家如果说 我是个彻底的冲突论者 金关涛是个功能主义者 然后呢 这还有一点 你们最关键看见 我没有 从来没说过 中国是超稳定结构 实际上 西方是例外 英国是例外 别的国家 古代 都是各式各样的 超稳定结构 没有例外 是他们 他们是 就是按 我叫 Patricia 他认为西方 是个 这个文化 然后这个东西是 是西方出现例外了 别的地方没有例外 所以中国不存在什么 超稳定结构 世界上都是这样子 西方出现例外了而已 但是呢 第二呢 游牧 就游牧这里面 我没讲的 因为我这实际上 游牧 包括西部游牧 就我们叫 Pontic Aspin 这一带的游牧 就是在波兰 在匈牙利 乌克兰这一带的 西部和中部的 就是蒙古和东部的 就是靠我们 靠近我们满洲离 外面那个地 这三个游牧的话 它面对实际上 就对游牧者 倒着看世界的话 就大大小小绿洲 它面对的几个 超级大绿洲 我这最主要的 就是指欧洲 印度和中国 当然还有南亚 是躲在中国 和印度的后边了 就不说了 虽然这三个 超级大绿洲 直接和游牧冲撞的 就是我们 超级大绿洲的重要性 就是他们需要 三十种以上的 战争形态才能打赢 而不是像 像 就是 阿姆河 和西瑞达亚 这个河就是 我们叫河中地区 那个时代 那块地方 形成花拉之魔了 经过许多 重大的帝国 但是那块地方 也有方圆将近 一百多平方公里 但是没用 为什么呢 它一种战争形式 就能把你打赢 和游牧的气候 大致相似 是不行的 所以在这时候呢 实际上 和游牧的关系 就是基本上 整个世界的 和以后 包括现代社会的 形成什么 主要是中国 和北方的 我把它叫 真游牧关系的互动 造成的 实际上大家仔细看 我是非常强调 这个互动的 但是呢 我没那么说 像就是 就是因为写书 有目标 我不肯就是 我要pick fight 这是为什么 我要是你们要仔细读 从不同角度读 我不能够把里面 样样都讲清楚 但是我要就是 刚才成爽 这个叫什么 就像 秦朝不是游牧 秦朝那时候 他 去挪买子 就是在波兰的 在今天的大乌克兰地区 公元前八世纪马 改种那个两马 就马能够骑在身上 你身上还带着盔甲 带着好多声音 咯咯咯咯跑 一跑几百公里 这种马是公元前八世纪 那时候才出现 我们现在叫Nomads 那以前叫喝的了 秦朝那些都是喝的了 就是他脚走路 人放羊放牛 他放羊 所以他们主要的形式战争 是渡兵 不是骑兵 在这时候呢 秦朝之所以 当时中国的之所以形成官僚体制 还是我们内因 就是我们内部打仗 而秦朝他为什么 法家改革之所以能胜利 而法家思想是出在三境的 就是为韩 造这三国家 最主要原因 就是当时法家改革 一旦要成功 你内部的利益集团要落 在这时候 秦朝核算在 大家都搞法家改革 秦朝是特别和楚国比 和习国比 那利益集团落多了 所以呢 这时候他容易行动 并不是因为什么游牧 对我们的影响 而且呢 是这个 这法家model 一旦产生了 那完全中国的内因 谁容易接受 谁容易接受 然后呢 游牧 你们大家看 我那里面有一句话 游牧的稳定政题 是什么呢 是游牧联盟 帝国他们是不稳定的 但是帝国对他们来说 要比封建 要比印度的这种叫 把那个 village level的community 叫 JD division labor 这种东西好学多了 而且中国对他们压力有大 那中国你像那么大 超级大宇宙 人口了 资源了 然后呢 你强势的时候 我来强 你资源丰富 你打他们 他们压力大 而且你一打他们 他们压力可以大到 一下对欧洲都产生影响 所以他这里面 实际上你仔细读的话 都在里面 好吧 但是呢 就是 但是呢 明元和 元以后 宋以后产生的 就是蒙古和清朝 以及民国的 就是明朝特别专职 那和元朝的 你打进来是有关的 因为中国 第一次 True Nomads 把中国全部给打 打掉了 那是从来没发生过 从来没发生过 所以呢 这个呢 但是呢 我之所以不 我那里面的书里 应该说大量的历史学家 感兴趣的东西 都没谈 我为什么没谈呢 就是他对我解释 最终 对我来说 就是说 这个卢法国家 这个体制 除非能产生 最大的破坏 或者是一些 能带 可能产生破坏的 一个最大因素 比如说 佛教进来了 比如说 中国的 如果突然之间 魏晶南北朝 实在不要 生成东汉以后 变成一个贵族国家了 变成这样子一来 甚至比如说 你商业化 能打破工业资本主义了 那我就谈 否则 没改变这个体制的 就是小波动 那我就不谈 是这个 我的原则是这样子 其实我里面 没有谈东西太多了 就是好多改革 比如王莽改革 黄岸石改革 张居正改革 这些东西 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这些事件非常重要 但是这些宗教师 对我来说 我为什么不谈 就是他没有 他完全没有可能 我把它谈了 会打破 这个卢法体制 对吧 所以 这我就不谈 对 所以呢 这里面 然后我 这个时候 我就是 我无情了 然后张永乐 帝国和国家的概念 实际上 我这本书 写的就是帝国 没用就是 我认为 我认为是这样子 男人 每个男人 本身就是帝国 就是 这个制度 都男人 这个坏东西造的 所以天生 任何国家 都有帝国性 其实你 都有帝国性 因为你这个国家强大了 你事业就忘开了 你人家做生意 你的思想往外传 文化往外传 然后你的东西 人家来抢 在这时候 周边的利益 就慢慢你发现 也是你的利益了 这次 昨天昨天 你就打出去了 打出去了之后 好了 你在当地培养 少数民族干部 培养接班人 等等 培养奎伴伟 在这时候 那些少数民族干部 又知道 我打了引号 少数民族干部 罗马 罗马与少数民族干部 奥斯曼帝国 少数民族干部 都有的 那些人就 变远变合性了 就反过头来 学了你的文化 学了你 中式技术 那就把你 对我摧毁了 对吧 所以 这个呢 所以呢 任何国家强大了 都有 就是帝国性 那是没办法的 所谓的民族国家 也不会死 但是呢 这对我来说 这不是我讨论的问题 所以是 你如果说 Rise of 卢法国家 就Rise of 卢法帝国 是一模一样 其实很可能更准 但是我 这不是我讨论的问题 对我来说 帝国就是国家的 一种形态 而且永远不会过行 就是这个 就是还有你说的 18世纪 如果是 18世纪 不要说18世纪 你把19世纪的军队 把那个甲乌海战 甚至1870年左右 1880年左右的 那个时代 英国军队 如果和 如果和秦朝军队打仗 他们都打不赢 其实 但是呢 假设说 中国和他们打赢了 中国18世纪 如果就这个 进到中国就那么打 会不产的资本主义就变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是打仗 一旦打赢了 或者打了不输不赢的情况下 他不会学习 你要1840年 18中国是第一次亚半战争 第二次亚半战争 后来和法国打仗 1870年 那么其实对中国的精英 没有从根本上学习 一直到甲乌海战之后 人家要你土地 要你那么多钱的时候 中国精英才真正醒不过来 实际上中国真正的醒悟 就是1894 95年到1945年 这50年的灾害 在以前比如说第一次 所谓第一次亚半战争 我们把它当作中国近代化开始 因为我们回溯 你如果站在当时的道光了 当时的精英 绝大多数人 那面对着北方的战事 面对中国的白脸调 别的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的话 那就一批 就引毛卢血的 脏脏的红身凑袭的家伙 就是打下 打败了我们一下 还就对他们来说 完全不知道历史意义 完全不知道欧洲发生什么了 所以你回头过来看 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 甲乌海战以后开始的 所以这必须 所以实际上要学习不是那么容易 今天我们中国到底学什么 都要没搞清楚 就是 Michael Mann 为什么就不可 他为什么没有排序 这个问题呢 好像是就是 就是推子院也说了 就是Michael Mann 他是无政府主义者 他呢 无政府主义 又没有他性格又比较平和 没有像那个Scott Jim Scott那么极端 所以呢 Michael Mann和我相比 包括好多 就是 I'm a total cynicalist 我什么都不care Michael Mann还是care 你只要care 你就犯错误 if you care nothing 你就不会犯错 就这样子 Michael Mann 他还care 所以他犯了一大堆错误 包括Michael Mann和我争论 他的意义形态 我从来没有说过 意义人的权利不重要 他就理我说 意义形态是 代表使得 两个不同意义人的竞争 对吧 意义那种权利里面 是最弱的一种权利 他就以为我说不重要 我是想说的 就是反而就是 一种最垃圾的东西 但是这个垃圾东西 我们人类越需要它吹牛 越需要建立核心价值观 就特别需要 在这时候呢 一批垃圾人 就是那帮孔子老 卢学了那帮人 就会来忽悠组织 而一会有组织 组织把它一下子采取了 这个好了 这个软硬一结合 这个意义形态 是在组织推动下变重要 而这个重要性 并不是意义形态 本身的好坏而已 而在这个时候 那个看上去最没用的 从本源性质来说的意义形态 变得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为什么那么看 because I'm cynical 我不care这帮垃圾东西 什么lunch about kondon hagal 什么 I don't care 这是我对他们是 这帮人都是生产的 对我来说高级垃圾 中国人的生产东西 都是低级垃圾 就是连recycle 可能都没有东西 对他们的东西 我为什么从年轻来看 他们是还是高度 recycle价值的东西而已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重大区别 You have to be totally cynical to be totally 这是就micro-book cynical 就是资本主义 就偶然避然的这个东西 资本主义是偶然的必然性 其实没必要好谈论 它是资本主义 绝对不是英国现象 虽然在英格林的产生 也就产生 但是它是整体性现象 是欧洲的整体性 我们必要看到 欧洲出现了一批 做生意的人 竟然能被 能手上掌握的军队 掌握的意义形态 对吧 能打进国家 甚至自己建立国家 就是按照迈克曼说的 他们是高度的promiscuous的 或者我叫multi-fairless的 因为你权利 当一个社会行动的手中 你掌握的权力越博杂 就说明他们权力越大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地方做生意的人 像欧洲中世纪以后 掌握的权力 那么博杂 那么强大 对吧 所以呢 这是出现了一个很怪的怪 就是做生意的怪物 做生意的怪物 这是欧洲 就是这就为什么 这个我说 但是呢 资本主义 如果是没有蒸汽剂的发明 没有流动力学那些东西 倒也是搞不成的 但是呢 你如果有这种体制 有那么欧洲 那么下搞八搞 就是整个社会 充满的冲突 充满的energy 充满的 就是找不到平衡点的社会 那个挤啊挤啊 在火山口 那火山口 资本主义这东西 挤啊挤啊 就像我们人类 就是自然进化 把眼睛 把人这怪物都能 进化出来 那再给实践资本主义 可能就是工业资本主义 以蒸汽鸡为方 那早晚的事情 所以那个是 就是 这个差不多 推赠员呢 我是觉得 正反馈 我觉得这个 正反馈这东西 我是觉得 就是 我肯定拉马克 并不是我肯定拉马克 我就是实际上在否定了 就是人类的可怕 因为 在任何物种 它如果不是以 负反馈机制为主 这个东西 这个物种会很快就灭亡 所以 任何物种都不会 浪费食物 都不会 但是人类 所有的自动 有了文化 有了文明之后 实际上就加快 自己的整体的死亡 就是因为人类越来越 相信人定胜天 相信就是 相信 然后呢 设计大量的正反馈机制 来逃脱灾难 而且似乎总是逃脱 结果被自己造了更大的灾难 原子单中 都造出来 古巴导弹危机 一不小心 我们现在都没有 这种会都没有 人类 当时很可能就是 人类会毁灭 所以在 所以实际上 我并不是否定 肯定拉马克 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的 可恶和危险 还有呢 现在当然是 好多进化 就是说 为什么 这些一大堆东西 就是在这样合作 首先那些合作的工作 非常漂亮 但是呢 他们都是谁的产物 他们都是政治正确 学术产物 他们都是 不但没经历过二战 甚至连 新左派运动 都没经历过的 因为是人类 你现在看出什么东西 都是幻觉 我们经历 好多 Epsomology criteria 所认为 就是把幻觉和事实 建立某种更可高的联系而已 这就导致了 你看出东西 都是自己眼睛 而不是事实 现在这些人 看到东西 他们当他们 就是经历的社会 经历的动荡少的话 那他们眼睛的尺度 就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他们所做的东西 都非常漂亮 都非常对 但是呢 他们就 看不到了 欧洲建立越来越大的合作 越来越大 这个主要是二战以后 不断剥削东方国家 搞NEC 在美国的 其实不断一直 经历一战 二战 这两次 特别二战 把青年男性 差不多杀光 把极端政治 从左到右 通过流血放光 才把他们多档民族 搞成纪念 然后呢 这个多档民族不危机 又通过新亚洲小龙 中国 好的一代一代的 我们给他生产东西 在这样子情况下 起来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一代人讲合作 就像我们清朝 这些人的考据学派 越做越仔细 眼光越来越差 就这批人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总体上 我们人类当然合作 但合作为什么 为了更大规模 在国家层面 在更大规模竞争 是第一 第二呢 合作完全避免不了竞争 你看我们的大学合作 但是互相写课题 互相勾兴斗教 互相嫉妒 对吧 然后呢 合作不足道大理 这三点 好吧 第二 为什么韦伯不推导 我这问题想了很多 我想了个想 第一 韦伯可能死了太早 primature了 韦伯好多成熟作品 都在最后几年 就不小心那么早 五十多岁就死了 第二呢 我想过韦伯不聪明 不够聪明 这个呢 当然我开玩笑 不是韦伯不够聪明 主要是我觉得 就是我从小就发觉 情商资商的冲突 马克思一看 是资商很高 情商不够 就是这样子 就资商很高的人 重推导 情商高的人 就是话 重演义 重归纳 对吧 所以重归纳的人 他往往会干扰 他抓里面的principle 都核心东西的 所以韦伯经常会 搞错不少东西 很muddy 但是呢 这个就是 我想过 但是呢 还有一个 很可能 韦伯 在那个时代 已经看到 就德国 现在他属于 还是见 New County 他已经看到 就是德国人 不断一推导出发 理念出发 这种观念出发的东西 面对英国这种 以威纳出发的 这种弱点所在的 就是韦伯 还是 是个 in the end 他是个自由主义者 他蛮崇拜英国的 对吧 所以我们都知道 所以呢 我从不同的角度谈 他不够聪明 韦伯当时存在 又和英国竞争 他批评英国 韦伯死了太早 等等等等 但是呢 这的确是导致了 就是韦伯的 就是ideotype 他提出来了 后面的 后面再用ideotype的人 那不知不韦伯 插得疯语吗 不想起来 那就变一个 一个解读工具了 那就乱套了 好吧 王玉华那个杀死率 我知道 他就跟我学的 实际上是他这个东西 他这种收集的问题 还是蛮大的 是不是这个社会会reverse 其实reverse是经常产生的 现在比如说 我们今天的我们人类社会 是人类到17世纪以后的 最大的reverse 因为是19世 就是上世纪90年代 当苏式共产主义倒台 当时都说是共产主义倒台 和法西斯倒台 是人类的20世纪的 最大的遗产生 我当时进入社会学之后 看了不少文献 特别看了民主化理论之后 当时我写了一个temp paper 那temp paper里面的一部分 一半变成我在国内发表文章 叫民主的限制 就是托到民主的生命力局限 和中国政策 但当时我就 那文章的核心部分 当John Howe什么看了 又害怕又解 就是说实际上 苏联的倒台象征着 自由主义要出现麻烦 因为自由主义也需要 在国际政策里面 需要checks balance 否则就会形成 就是美国输出民主 导致结果 就和当时苏联输出革命 一模一样 这会导致整个 整个就是 整个就是17世纪以后 所产生的 所有的大的 secular idea 世俗意义的 拼成全面垮大 在全面垮大 但是呢 我记得John Howe 好几个人说 你应该把他发表文章 因为当时福口 杨玛很正 我就说 这个中国有句话 叫大厦将军一模难服 我也不是法西斯主义 但我在这个时候 发表这文章 谁都以为我是法西斯 根本不会理解我的 而这历史 一般都是少挂总结 对吧 今天他说A少 明天他说B啥话 就像福口亚马 一样这么人 对吧 所以我大致呢 就说这边 这历史 现在全世界经历 一个很大的reverse 对吧 所以这个呢 reverse经常发生 所以我大致时间关系 就讲到这一点 好 非常感谢赵老师 这个机型四射的评论 也非常充实 那在我们这个 我们还有不多的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回答这个评论 这个别的学者和这个观众们 我自己作为一个学生 有一个特权 我想也是有一个小的问题 问一下 赵老师 请赵老师简单回答一下 就是我在读到 麦克曼的四个权力的时候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 技术在这个里面有没有位置 比如说技术本身 它当然是跟军事和经济 是非常相关的 但同时呢 它又是一种 比如说一个 我们在今天 尤其中美两国 主导的发展 对技术的重视来讲 它已经成为一个 相对独立的一个power 那么当技术加上科学 这样一种 就我们谈科技的时候 它本身又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 可是好像这种东西 不太容易揉进麦克曼的任何 这个四种权力 是这个其中之一 那我想问问赵老师 您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技术 或者是科学的问题 好 然后请其他的那个朋友 也把问题打在聊天框里面 这问题非常好 就是我始终想 实际上是人类面对的 不是科技 就三大最重要的外源因素 一个是人类内生的 但就外源性 就是科技 一旦出来了 它是内生的 是人类 人类这四个power的过程中 内生出来的东西 但一旦内生产生 比如现在产生 internet的产大数据 它所产生的力量 会大规模的打破 原来的制度化 导致四个权力 有高度充足 但是呢 马上四个权力就kick in 除了科技之外 还有两个就是 还有一个也是 内生性的外源因素 就是人口 就是每个都有人 每个社会都有人口 人口也是内生的 对吧 但是人口半内生半外生的 人口的 但是呢 它一旦人多人少 密度不一样 导致病虫 比如现在pandemic 人口低 活动不多 人不那么活动 它不会那么发展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它人口 也会打破好多东西 但是呢 它马上这四个权力的关系 又会kick in 它会等于 技术的产生 人口的突然的 比如突然的出现pandemic 等于就把盐 已经洁净的盐 扔到水里面 重新煮一遍 再洁净 又是四个权力 又是request了 还有一个就 更外源的就是环境 但环境也有 一旦有了人了 环境也开始有内源性 相当于环境 实际上是都是 半人 开始是人的影响下造成的 对吧 古代和现在都一样 就这三个 只实际上 也就是说 我是给学生 你要真正做好社会学 内源的四个权力 内源的四个权力 外面的是三个外的 这七个球 同时扔好才行 对吧 所以但是呢 我在里面其实都强 都强调过的 但是呢 那些东西 都是属于打破一下 打破一下 打破一下 所以在这时候 就是对我的 对核心的社会发展 特别在 就是 特别是 以农业为主族的 和以后被工业为主 这个发展 他的内源 这个始终是主要 就那些东西 来源于我们的人性 就你 我们就是个狗东西 就是 那个东西 他都是 那些东西 都到最欧边人的 手上的球 好 刚才我说到 苏敬张阳 希望 有这个特权提 有个问题 来张阳 好 谢谢念先生 这个本来我是很想参加 赞老师这个 讨论的 但是呢 我看这个崔老师 也是我老师 赞老师也是我老师 我就 还是 不敢 把名字列上去了 但是我又 看到他们 这个讲的 有趣的东西 我又想提问题 所以我其实就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涉及到中欧 比较的框架的问题 我首先 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说 在赞老师这个书里面 他虽然也谈到了 游牧民族 或者说 这些王朝 这些跟中原王朝的互动 包括陈老师 陈冯老师 当时也补充了一些 但总的来说 赞老师就说 认为是 秦汉以后 就说 中国的统一的趋势 是没有变化的 然后 如法国家的 基本的框架 在汉朝 是打下来了 然后 我不能说 赞老师 后来 对整个 2000年中国历史的 叙述是 teleological的 因为它里面 其实有很多dynamic 和辩证的东西 但是总的 但是总的来说 它是以 就是说 assume 中国 这个实体的存在 然后呢 又是一个统一的 这么一个叙述 那其实我想 其实我想 就是说可能 跟赵老师这个 形成明显对比的 其实是 Tini的 写欧洲国家的 从900年到1990年 这个书 那Tini肯定 欧洲是一个 multi state 多国体系 对吧 从1000个国家 到200个国家 到29个国家 这么一个体系 当然后面 还有别的 一些学者的书演员 就是所谓的 第一次大分流吧 就是中国没有统一 中国统一了 然后在 魏晋南白朝以后 然后在欧洲 没有统一 但我想就说 这里面是不是 有点把统一的 中国和分裂的欧洲 过于极端化的 一个趋势 因为中国 其实在 在这个元朝以前 就是这种分裂的时候 其实是相当多的 然后来 在今天我们称为 中国这个地方 也是有很多 不同的政体 或者国家 在竞争 包括宋朝 其实也不是 跟现在中国 差别还挺大的 因为当时宋朝 是一个多国竞争体系 所以我就想 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中国 赵老师 刚刚处里面 写到了很多王朝 其实马上中原王朝 也是由游牧民族 渗透或者说 武力 征服建立起来的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是一定要 采取这么一个 统一的中国 分裂的欧洲 的比较框架 还是说 中国也是可以分裂的 而是很多 国内分裂 欧洲也是可以统一的 是不是可以采用 另外一种框架 比如说把中国 这个领土上 存在过的很多的 时期不同的国家 放在一个数据库里面 就像经历研究欧洲一样的 研究中国 其实我自己现在 想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也想问问 张老师 或者崔老师 这些对这个问题 什么态度 谢谢 我觉得赞扬这问题 特别好 就是呢 实际上你可能仔细看 我从来没有讲 中国统一的中国 我是讲鲁法国家 就这个文化 这个核心 这个政治体制在 这个政治体制大小 就是导致了大大小小 封裂的时候 大家也 你看北京南北朝的时候 讲我讲封裂了 封裂的时候 每个国家 包括北方的游牧 办游牧穷迹 在我们今天讲的 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 他慢慢慢慢去学 这个adapt into it 因为为什么呢 统治者的话 他如果让统治者 去shopping around 有选择异形的话 我保证欧洲统治者 也会选择卢家 这个鬼东西 对统治者有好处 也会选择法家 只不过他们那边 搞不成而已 所以呢 你仔细可能 他并不是在 比较统一的中国 不统一的欧洲 还是比较他的政治行动 政治力量和疫情的力量 结合方式不同 给中国这文明 导致某种特色 所以这个呢 我要比较 要解释一下 至于你刚才所说的呢 是没有问题的 肯定可以做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一点 我有几个ontology 我张扬 当手机 其实我得有一点 没有问题 没有data 你看到什么都是假的 我从这个 从这个的话 很可能 大家会觉得 我是后现代主义 是个虚无主义 但是我马上就来了 不同肯定是真的 比如今天我们 如果你连今天 我们目前在 在开会 在zoom上开会 这些你都不认可 是吧 九点之间没有开 十一点以后就结束 连这个都不认可的话 那可能就 没办法说了 是吧 你什么都不认了 就是nothing is real except the difference 所以在这时候呢 就是到最终 就是你的解释的话 最终就是你的difference 你要解释什么东西 你的问题意思 能够容纳多少东西 容纳多少张力 是个问题 现在比如说 张扬 你刚才所说的 是完全可以做的 但是一不小心 就会就是 你核心问题 如果抓不住 核心点抓不住 就会形成什么呢 我的问题本身 很缺谱 第二个呢 我的视角 就是权力视角 你只中意说 不断塞act act的手上 有多少力量 你要算他排的大选 就是排的大选 所以呢 在这时候呢 就是如果是大家 你如果对一些 实际上有好多小点 比如说 我们一当一起看 美国现在 所谓第三代的历史 是历史社会学家的可笑 最重要的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我如果从一个 从发马轮上 他们就是一个 一个就 错就是这个可怕 就是你错 从哪儿都能够起 就是 而且这就是我们 还是要有个 epistemological和ontological level 要有些东西 都搞清楚 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 我重新组织data 没问题 What's the game 我不能说 噪点心 没说这个 或者Tilly 没说这个 是nonsense 我们没说东西太多了 噪点心 这里面 我们进一步发现data 因为data里面 又有好多新组 噪点心 说 那我这个东西 说老实话 就是说 我经常开玩笑的 一个wedding party 一个婚宴 信息都是无穷 不同的人 对他理解 可以不断更新 如果我 我写一个婚宴的 一个ethnography 变成经典 那么我的interpretation 我的解读 在里面本身就被信息 就是根本就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 所以到最终 用因变量想问题 用问题意识想问题 你的问题意识 把问题意识 自由difference是真的 How了What了 都是假的 这是垃圾 对的 哪有什么How了 哪有什么What 你若讲How的What 在社会科学里面 那你还不懂现象学 没受过后结果主义 后殖民主义的 和后现代主义的 侵害 好 到最后来 张老师已经 其实收入到我们 对于社会科学 也包括历史研究的 一个本质性的 一个话题了 我们非常希望 能够跟张老师 这个谈话 一直延续下去 我相信也会 非常长的时间 但是确实实 我们已经今天早上 花了两个小时 跟张老师 一个非常亲密的 一个互动 然后再一次 聆听赵老师 激情私舍的 这种演讲的风格 非常受教 也必须得 我来向 诸位听众 道声抱歉 因为我看到 聊天框里 确实有很多问题 但是确实实 我们时间已经过了 那我们就只好 对大家 说一声抱歉 同时也再一次的 非常感谢赵老师 以及五位嘉宾 今天能够来到 清华观言所 和实验社主办的 这个谈书的活动 那么我们希望 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的这个 后续的一些活动 也希望以后 有更多的机会 邀请赵老师 和我们的嘉宾老师 参与我们的活动 那今天 我们的这个 这次与赵地鲸对谈 赞助法国家 就进行到这 谢谢大家的参与